接着来听台湾的摇滚好声音 拥有复古团名的乐团 皇后皮箱即将远征美国南方音乐节 从上万组乐团中脱颖而出 皇后皮箱的音乐总音伦风格 还带点黑色幽默 最厉害的是 他们仿佛可以让听众置身在另外一个时空 回到1960年代 甚至把传统的俗艳也唱进歌词里头 他们的创意在台湾得奖获得肯定 包括他的精英创作奖的最佳摇滚单曲 而现在他们即将挑战的是 另一个国际舞台 仿佛在看一部侦探电影 这首歌越听越悬疑 跟着皇后皮箱的旋律 回到60年代揭开人性黑暗面 玩复古上了瘾 这首歌永夺第六届精英创作奖 最佳摇滚单曲 可以很洋派也没忘了东方元素 曲调创意零极限 歌词中大叹话不投机半句多 直接秀武打功夫 在皇后评伤的幽默包装之下 歌曲藏着现实生活中的无奈 希望美国舞台也要有共鸣 我觉得我们在台上 都是一个很放得开来的乐团 舞打片然后鼓虾片的味道 对 所以我们也会在想说 这首歌可以怎么在现场呈现出 是很少见的东方的感觉 主唱卡拉有发言人的架势 先透露3月19号 美国南方音乐节演出 选曲有谱 挑一些比较轻松活泼的歌 就是我们取了很多西方的元素 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特色 像我们有些歌还是会有一些 比较东方的音调 和卡拉是夫妻党吉他手阿怪 则是关键创作者 写的歌和他的披头四发型一样 带着浓浓音轮味道 鼓手Zack擅长热血庞克风 和贝斯手黑轮 都是皇后皮箱的灵魂人物 缺一不可 传名中的皇后象征的是 英式摇滚和皮箱搭在一起 多了岁月的质感 皇后皮箱里面装了什么 有幽默有神秘 当年更抢下第十一届 海洋独立音乐大赏 团员们的梦想 除了乐团还是乐团 当音乐响起 皇后评商的时空任意门 将带给观众无限可能性 记者现在黄君豪 台北采访不到